还想说怎么等这么久 我妈没下来 原来是我跑到隔壁的学校 跑错了 太棒了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疫情期间 我在台南的一日生活 每天早上大概八点左右起床 我会先喝一杯绿拿铁 它是水果加蔬菜的综合果汁 空腹喝一杯就有饱足感了 而且可以补充一日所需的蔬果成分哦 今天来化个淡妆吧 因为都戴着口罩 所以化妆的部分 我只上一些比较简单的眼妆 像是眉毛啦 睫毛膏还有眼线 涂个护唇膏就完成咯 左边鼻子上面的那颗痘痘 请自动帮我忽略 谢谢 早安 现在是大概早上9点20分左右 那我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台南待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呢 我爸爸妈妈都还在上班 那这次我就想说 不如我来当他们的司机好了 因为你知道台南又很热 有的时候呢 就会想说 他们这样自己骑车去上班 那个路途啊 那个交通 还有这种气候 就觉得很心疼 但是呢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也是我很欺费他们的一点 好险我在回台南之前呢 已经先练习好怎么开车了 所以这次我其实也是从台北 把自己的车开下来 所以每天早上呢 大概9点20分左右 我就会先准备好 来带我爸爸去上班 他待会是9点半的班 OK 出发咯 你哦 讲究 好 谢谢 上班加油 回到家之后 有个小小的空档 我会找一些事情做 像是打撞球 撞球是小时候 爸爸教我们打的 最常玩的就是9号球啦 问题 基本上 我们下轮的 记者 是的 如果我们本来再次 打完撞球啦 每次打完撞球都很热 其实并不是因为撞球的运动量多大 纯粹是因为冷气坏了 打完撞球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准备要去接爸爸下班 爸爸的上班时间是 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中午休息 然后下午是3点到6点 下班啰 12分开慢一点 你知道那个爸爸喜欢的灵灵大刀 好啊在哪 你知道五菲街 五菲街好 开慢一点 好 哥哥去买饭 妈妈呢 妈妈刚上完一堂课 早上不是说只有开会吗 那哥哥说错了 好像早上一堂 然后下午两堂 下午两堂 就拜拜这样 耶 你看不是要加客吗 不知道耶 你飞街对吧 对 飞街 这边爸爸喜欢散步 我们要说会 踩到口水 哈哈哈哈 小心点 这边也有 这边也是 对 左边也是 到家了 准备吃午餐 咯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 今天要带我妈咪去学校 担一些东西 因为今天是学期末啦 最后一天 所以接着要放暑假啦 嗨 我们来 那我我想要开一下 我有没有带你 谢谢 带我 我去校图 要长篇篇 对 没有要写 不能进去 长得怎么样 好 可以吃个Kitty吗 喵 有个Kitty 刚刚说到文正先生这位都有讲关系 哈哈哈 没关系啦 有找到就没有 不行 我们都没关系 哈哈哈 不想說iPad的耳機還真的會很感動一些 哈哈哈哈 怎麼辦? 用iPad耳機幹嘛? 要聽非常視覺 你用我的啊? 不用不用 整體都要忙不久了 邊聽邊走也會比較快 不用不用 iPad要充電嗎? iPad是不用那個 手機要 你現在要開始找手 手機 哈哈哈哈 唉唷 真是很順利的折動 很順利的折動 現在準備要回家了 回家之後呢大概2點50分左右 再送我爸爸去上班 我媽咪是國中的生物老師 今天是他們的結業室 上學期結束啦 準備要放暑假了 小時候呢 因為小孩子出生之後 他就 立刻辭職 因為他跟我爸爸想說 想要盡全力的 還有全心全意的 陪著小孩長大 畢竟小孩子長大只有一次 所以呢 他真的是用盡所有的愛 在養育我們 是直到我們長大之後 上大學 他比較有空了 才重新當為老師 他會不會來 撒唔 他會不會去 謝謝師父哥 嗨 謝謝你 隔壁喔 真的好 超乖囉 超乖啦 好熱啊 天天 晚上打麻將 打麻將 那我把那個電燈換一換 想說其實眼力也太好了吧 剛好有車都要看你戴車 你怎麼眼睛那麼好啊 你戴得這麼遠看得到 我們有很多眼線 好厲害 套得稱讚 對對對 到了下午的咖啡時間 其實平常我習慣喝的是冰美式 但是因為今天冰快用完了 所以只能先喝熱的囉 喝個咖啡 看個iPad 順便想想 待會小迪琴想要練什麼樣的曲子 嗯 就來拉一下 維瓦蒂的東好了 好 好 OK 時間差不多了 现在要去妈妈的学校 接她回来了 她应该大包小包的吧 好了 现在到 我妈的 学校了 等她搬东西来 我还想说怎么等这么久 我妈没下来 原来是我跑到隔壁的学校 跑错了 太棒了 抱歉 超好笑 我等了十分钟 我真的好知道 你等很久吗 可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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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抱歉 等一下一跑会抓你的猪筒 我抓走的话 我们开慢一点就不会往前撑 不会我抓走 好 我想说奇怪小关去哪里 你都到了吗 我太到了 那怎么没打过来勒 你还忙着推动推膝的 想说这位也该到了吧 左转吗 右转右转 东西太多了吧 对啊 要放哪里啊 太可怕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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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让啊 等一下 不能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签 realise opp aquela 壞掉 好了 好uar Garib 我来帮忙 现在是 五点三十八分 差不多 慢慢开过去 准备要接 爸爸下班咯 刚刚 mä妈搬了一堆东西 真是辛苦 听说还有两趟 东西超级多 ک 出发 今天一整天的开车行程 大致上告一个段落了 回到家就是晚餐时间 今天晚餐是吃一些剩菜 还有家常菜 没什么特别的 就不多做介绍了 吃完晚餐啦 现在呢我们决定 来打个麻将 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所以找些穴了 小时候就会玩麻将 但是通常都是在过年的时候 来小吉 小吉 通常是过年的时候打 所以 开打啰 打完 谢谢 哇 漂亮哦 刚刚你没 看错了 我远是6677也下车 没有 七八九哦 好好好 装夹 哇 漂亮耶 哇塞 输了1300 好啦好啦可以可以 耶 输1300 哈哈哈哈 打完啦 输了1300 但还好因为我一开始是输了蛮多的 一开始大概是输了有五六千吧 所以结局输了1300 OK啦 大不了明天再引回来 总之这大概就是我在台南一整天的生活 其实这次呢也是因为刚好疫情的关系 我应该是长大过后第一次回到台南这么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就希望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陪陪家人 陪陪爸爸妈妈 每一天的结束呢 我都会喝点红酒 其实刚刚打牌的时候我已经有在喝了 喝点红酒 放松一下 然后弹弹钢琴 看有什么不同的灵感 或是为今天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完美 我是不是忙啦 为今天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谈完之后呢洗个澡 差不多就睡了 明天也是八点多要起床 再继续一整天的行程 其实我还蛮享受这样跟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觉 我觉得有家人的陪伴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好了 这就是我在台南一天的生活 跟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